再来看到选情的部分 华联县长徐政卫一号在夫婿 立委傅昆奇以及国民党部主委张一华的陪同下 接近中午的时候来到县选委会登记参选连任 11点48分完成登记 关于民进党华联县长候选人古拉斯邀约他辩论 徐政卫以疫情升温 宪政优先为由没有正面回应 现任华联县长徐政卫一日上午11点40分左右 又在立委傅昆奇等人陪同下抵达县选委会 包含秀林乡长王玫瑰等支持者到场迎接 徐政卫绞交相关证件保证今后 上午11点48分完成登记参选作业 民进党征召的总统府前发言人古拉斯邀约他卡 8月30日已完成登记 并希望邀请徐政卫公开辩论 县政的工作都非常非常的忙 尤其是现在的B.A.5又上升了 所以我想第一个县政优先防疫为先 其实每天都这个县务非常的忙碌 所以还是一个非常重要 每天还是脚踏实际做好每天的工作 县长选水人古拉斯是希望能够跟民共开辩合 不知道县长有什么地方吗 我想这个县政的工作就是持续不断的做 那每一个政策或是每一个这个工作都是 福国立民都是有益于所有的乡亲的 谢谢 县长 他在脸书上面有一些点减 谢谢 徐政卫对此没有正面回应 仅表示考量疫情升温县政要不断的做 每个政策或工作都是福国立民 有益于乡亲 县党部主委张艺华也表示 现阶段完全以防疫县政为优先跟时间在赛跑 希望花莲每一天都有进步 今年底花莲县长再次有两名女将交手 民进党征召的Kolars打出荣耀花莲口号 目前社群声量也高于徐政卫来势汹汹 记得讲邦彦连事报导 我需要 好